大家好,歡迎來到Bordchains 秘圈週報 來到第18週,首先跟大家更新一下大市行情 這一週絕對是舊市 由今週的0.300 到最高的0.74美金 而ETH仍然保持強勢 相實是ETH的推出 ETH的更新 以及ETH的質鏈 Polygon的法力 由今週的2950 到最高位3960美金 而比特幣在這一週仍然努力 由今週的56,700萬元回升到59,450美金 略略提一提3IQ Corp 加拿大的一間基金經理公司 它的Bitcoin ETF 短短三星期在多倫多交易所的交易額已經超過8億美金 而Bitcoin 期貨市場方面 Loss-off ratio 仍然維持在2至3左右 反應短線炒價對Bitcoin的升幅放好的態度慢慢好轉 提提大家,Crypto的市場波動很大 有升有跌,選擇適合的價格入市是很重要的 千萬不要隨意在升的時候買入 跌就放的錯誤操作 Crypto 是一個很高風險投資 高風險、高回報 還要做好風險管理 了解自己的承擔能力才好入市 回到正題 狗市當道交易平台 eToro 一間以色列公司 在星期一、5月3日開放了 Dogecoin 的買賣功能 除此之外 5月4日美國交易所 Germanline 宣布用戶海傳入 Dogecoin 之後除了開放了美金兌換的交易 還可以使用英鎊、歐元、家元等等的法幣 可以直接購買 Dogecoin 目前已經開放了傳入 Dogecoin 入去交易所 Germanline 的創作人 Taylor Winkovast 說到 Dodgecoin 的 Money Supplies 透明度高 能夠估計和反通貨膨脹 同時補充沒有任何人、組織或專家決定 Crypto 價值 Crypto 價值在於供應和需求 全球地大飲食連鎖餐廳 肯德基加拿大官方Twitter 在5月5日回覆一個網友 指出加拿大KFC接受現金、上用卡和 Dogecoin 支付 消息一出,吸引好多人的分享 但這個Post 很快就遞了 外界推測官方或是想借 Dogecoin 這幾天的升熱潮 吸引流量的笑話 但都不排除未來真的開放 Dogecoin 支付的可能 因為早在2018年 加拿大KFC 曾經與 Beats Pay 合作 開放以 Beatscoin 購買 Beatscoin 統餐 在技術合作上 加拿大KFC 確實有開放過加密貨幣支付的經驗 雖然跟香港KFC 關係不太大 但都等我們一起見證 最後可否用 Dogecoin 在其地方買 KFC Elon Musk 在5月8日 Retreat 他在2月7日說的話 Dogecoin 或者要成為未來的世界貨幣 而且他最後都說一句 Don't take too much risk on crypto 這一句說話很符合我們 Channel 的宗旨 就是請大家量力而為 曾經在2018年 向美國 SEC 提交了外商招股文件的二息力公司 INX 在去年獲得 SEC 的銀河 授權以證券代幣發行的模式進行集資 經過兩年的努力之後 INX 今週終於傳來好消息了 成功籌到1.25億的美金 並在官方平台宣布 在今年6月正式在其旗下交易平台推出 來自以色列的 INX 交易平台 通過 SEC 美國金融業監管局 以及歐洲監管單位的認證 受到很多期待加密貨幣走向法律管制的支持者稱來 它與 FTX 和 Binance 推出的股權通證不同 INX 本身的股份本身就是以證券代幣形式在市場流通 預算在推出加密貨幣交易同時 推出證券代幣交易所 相信未來將會有更加多公司加入 Wall Street Bet的創民人 Jamie Rogen-Sinsky 在5月5日宣布 他將會透過Bosschains的技術去防範股市操縱 他打算成為一個 ETP 的投資組合 所以透過 The App 和治理代幣 WSB 比持有者能夠透過投票去決定投資的配置 但值得提的是Wall Street Bet 參與了 GameStop 的交易時候 令到那間公司的股價在兩週內從20元升到347元的時候 都有很多聲音直指這個構成了市場操縱 但這次確實反映了小股民都可能在眾多的股票之中 集合力量打到個別大罕 至於是否涉及市場操縱 在定義上去了解其實都是很合乎的 究竟什麼是操縱市場呢? 操縱市場的技量包括 1. 發放虛價和誤導性的消息 2. 在某段交易時間裏面 操縱市場的人互相承受對方發出的買賣盤 以增加某個證券的交易量和扭曲它實際的價格 即是虛售交易 3. 在開始之前透過掛出稍高的買盤或者偏低的沽盤 而推高或者壓低證券的價格從而設定開市價 4. 收集股份從而令股份的供應量萎縮 令股份的價格受到不正常的上升壓力 這個手法叫做協償 最後提提大家 投資還是投機都需要衡量自己的偏好和風險承擔能力 我們Blockchains 多數都會加以研究和分析個別幣種的生態發展 才會去選擇投資在某一個幣身上 如果不是的話 分分鐘會出現血的教訓 如果大家想了解接下來幣圈的發展會怎樣 請大家緊貼留意Blockchains幣圈周報 今天Blockchains的分享就來這裡 想知道更多幣圈的分析和介紹 可以Subscribe、Like和Share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